不少人爱吃巧克力为了守护食安健康 卫福布食药署今天开始预告 订定巧克力中重金属格的管制标准 根据巧克力总可可固形物含量比率 订定0.3到0.9ppm不等的格限量 另外也扩大纳入所有类型的巧克力 同时增订可可粉含格限量2ppm 目前将广泛的搜集各界意见 预定从明年1月1号起实施 不过仍为纳入重金属签的限量规定 主要是比照欧盟等先进国家做法